法院也没明确看谁赔偿多少 我也不是说我不去赔这个钱 最起码你要划分谁赔多少 是吧 我们是吧 能承受多少我就赔多少 他这种说法我个人认为 是一种对法律的误解 或者是说他自己 对自己责任的一种推脱支持 法院的判决非常的清楚 他是第一责任主体 民众道此承担连带责任 所以他们都是有还款的义务的 不再需要区分 你是百分之多少 我是百分之多少 至于你们两个人之间怎么分 那是你们两个之间协商 如果确实协商不了 可以再来零行技术 面对执行人员的反复劝说 胡光华始终不肯履行赔偿义务 最终执行人员做出了 对他行政拘留的决定 只要你没有履行完毕 我们的强制执行措施 就必须要执行 执行行为永远不能够停止 所以要对你情形拘留 好 拘留多久 拘留15天 拘留决定书 现在向你做送达 好 胡光华本人是存在着 抗拒执行 转移财产的这种嫌疑 所以我们对胡光华 是采取强制措施 免中道他家里农房已经全部拆迁了 他自己本人名下没有存款 拆迁安置房如果分下来 我们是要执行的 散开